香港立法议会今天早上举行全体会议 第一项议程就是安排五名后任议员重新宣誓 然而就在民间党的黄定光和姚松颜完成宣誓之后 多名建制派议员突然集体离开议会厅 由于议会法定人数不足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宣布休会 三名还没有完成宣誓的本土派议员梁颂恒 刘慧珍和刘晓丽因为刘慧战术未能宣誓 建制派议员认为三人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上 发表侮辱性言论至今还没有道歉 再次宣誓并不恰当 不过三人坚持不道歉 这三名香港后任议员12号首次宣誓时 拿出了香港不是中国旗帜宣扬港独 将中国读成支那等侮辱性言辞 以及以默哀的形式宣誓 而遭到立法会宣布宣誓无效 NV7综合报道